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类似决议 要求俄国立即停止使用武力 当时有141国支持 乌克兰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 提出原来有法国和墨西哥准备的新决议案 通过的决议文明确点名俄罗斯 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 特别是一切对平民和民间目标的攻击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葛林斐德说 这项决议向有能力停止暴力的那个人提出呼吁 也就是俄国总统吐霆 华盛顿消息 前总统川普昨天空港前 国务卿希拉蕊 克林顿级民主党 领袖等人 声称这些人污蔑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与俄罗斯勾结 据法新社报道 川普向佛州联邦法院提出的诉状写道 在2016年大选的准备期间 希拉蕊及其同伙策划了一起不可思议的阴谋 不仅震撼良心 也冒犯了这个国家的民主 被告们串通遗弃 恶意谋划 编造虚假叙事 宣称共和党籍对手川普与敌对外国势力勾结 他们合谋的目的就是诽谤川普 除了希拉蕊之外 其他被告还有担任希拉蕊2016年竞选总干事的郭德斯达 以及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前英国情报员史蒂尔也在被告之列 他在选前提出一份文件 内容包含对川普不利的资讯 川普希望进行陪审团审判 并索求至少7200万美元的赔偿金 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凯坦吉杰克森 任命听证会24日记录第四天 下个月渴望记录表决 曾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表示 投票时将不会杯葛 共和党籍北卡罗莱纳州联邦参议员提里斯便说 共和党杯葛吉克森的机会被离 新闻网站国会山庄报分析 共和党准备在参院司法委员会 对杰克森发动杯葛的传闻 在国会山庄流传已有数周 约有10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合要求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伊利诺斯州联邦参议员德宾暂停任命听证会 等候共和党阵营取得杰克森担任联邦区域法官法官时 审理一起儿童色情案件的判决前报告答案 不过 德宾拒绝共和党参议员们的要求 并说共和党故意使用撒网式调查手段 超过合理调查范围 如果任命案过关 51岁的杰克森将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女性大法官 美联社报道 杰克森在任命听证会上的表现 获得法律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律师组织称赞他拥有卓越声望 能力过人 绝对有资格胜任大法官职务 华盛顿消息 位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医学院部署医院 今天宣布 一位一名肺癌末期病患成功施行双肺移植手术 这项成果为其他癌症晚期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据报道 没有抽烟习惯的54岁病患库里 去年9月25日在西北大学医院接受7小时的双肺移植手术 至今术后6个月 心肺功能良好 体内也没有癌细胞迹象 西北大学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巴拉特发表声明说 肺癌病患接受肺部移植 手术及胃寒腺 几乎没有这样的案例 他说 对于第四期的癌症病患来说 肺脏移植被认为完全不可行 但由于病人的癌细胞只陷在胸腔 因此我们有信心能在手术过程中 清除所有癌细胞 挽救他的性命 如今库里过出正常生活 能够工作 上健身房 无需养耐呼吸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